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他进入大魏城 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 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 当那些日子 百姓仍在秋潭献祭 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民建殿 所罗门爱耶和华 遵行他父亲大魏的律例 只是还在秋潭献祭烧香 所罗门王上鸡变去献祭 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潭 他在那潭上献一千牺牲做凡祭 在鸡变夜间梦中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愿我赐你什么 你可以求 所罗门他兼顾他的国位 把一些会对国家造成威胁和影响的人除掉之后 他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跟埃及的法老结亲 其实以色列本身是比较小的国家 埃及是一个比较大的帝国 但是在那个时候埃及比较衰弱 所以反而是埃及跟派女儿公主出来 跟所罗门往来结亲 那这个也代表说 所罗门他一直在想 绞尽脑汁 用他自己的智慧 希望来治理他父亲所传给他的这个国家 第二个呢 就是看见他到积变去献祭 积变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主要是摩西所造的会幕停留在积变 那个铜祭坛也在积变 所以那边是一个不仅是很大 而且是一个最有名的祭坛 献祭地方在那个地方 那没有错 其实这个当他的父亲大卫王 把约贵从民间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建造圣殿 所以他父亲有为约贵 也有自搭的一个帐篷 一个会幕 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基本上去献祭 还是跑到积变的那边去献祭 所以呢之前在第一章第二章 亚多尼亚跟约亚 他们抓住坛的脚 是在耶路撒冷这边的 还不是积变那边 那这个所罗门去积变献祭 而且是献一千个这个动物为祭 在历代事上有讲到 他让所有他的大臣 民间领袖 通通跟他一起去 我想他去用意有两点 第一个他让他所有的部下百姓知道 他他爱的是耶和华 他要敬拜的是耶和华 那第二个也是他这个选择了 去的最有名的这个祭坛来献祭 也是这个对于他的内政 这个对百姓的宣誓 有他的一个特别意义在 我们可以看见整个所罗门在外交 跟内政上他很想积极有一番的作为 那再来就是他在积变的时候 他晚上做了一个异梦 那耶和华对他说 你愿意我赐给你什么 你可以求 我们看看所罗门他求什么 你仆人 我父亲大魏 用诚实 公义 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 你就向他大施恩典 又为他存留大恩 赐他一个儿子 坐在他的位上 正如今日一样 耶和华 我的神啊 如今你使仆人 接续我父亲大魏作王 但我是幼童 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 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 这民多得不可生数 所以求你赐我智慧 可以判断你的民 能辨别是非 不然 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人家讲说日有所思 夜有怎么样 所梦 所罗门他一心就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因此一开始我们讲到他外交上他跟埃及结亲 内政上他想要他带领他所有重要的这个大臣部下来到民间最大的这个祭坛这边要来献祭 这是内政的部分 他用他的智慧竭尽所能的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可是他仍然觉得很困难 有很多的困难 特别是他想要用耶和华的典章利率法度来治理国家的话 他发现他的整个声量跟智慧严重不足 因此他为了这个事情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甚至在做异梦的时候 耶和华问他说那你要来这边献祭 你是要向我求什么呢 他就直接说我希望能够得到智慧 好照着耶和华你所吩咐的来治理你的百姓 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 你既然求这事 不为自己求兽求父 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 但求智慧可以听诵 我就应允你所求的 赐你聪明智慧 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 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 你所没有求的 我也赐给你 就是富足尊荣 使你在世的日子 猎王中没有一个能比拟的 你若效法你父亲大位 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 我必使你长收 所罗门醒了 不料是个梦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 献凡记和平安记 又为他众臣仆 赦百言席 弟兄姐妹这边 耶和华非常喜悦 所罗门 他不求自己的益处 他单求能够有智慧 能够按照耶和华的律法 典章诫命 来治理耶和华的百姓 所以耶和华非常喜悦他 他答应他两件事 第一 我就要把这样的智慧赐给你 在你以前 在你以后 都没有人能够领受 这么大的智慧 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天父早就知道 因此耶稣勉励我们 要先求他的果跟他的义 天父也会一并的把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跟着神的果跟神的义 一起赐给我们 这个十三节 耶和华说 你没有为自己所求的那一切的好处 我也都要给你 因此真的是我们要顾念神的家 神就必顾念我的家 顾念你的家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神巴不得 就像一个父亲一样 巴不得他的儿子 跟他求智慧 求经验的传承 怎么样去做更好的事情 那也是一样 当我们为了神的国度 为了神的教会 为了神的福音 为了神的呼召跟使命 我们在神的面前 求恩赐 求财干 求机会的门 神替我们打开 求神开道路 这些如果真的是动机没有问题 而且神也感动我们这样去向他求的话 你就不要客气 为神做大事 就恳求主 打开天上的窗户 将一切的恩典资源 浇灌下来 神很乐意把他的恩典资源 财干赏赐给那些 愿意为神来努力的人 愿意为神的荣耀而行的人 神一点都不会吝啬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懂的 这样的一个道理 就是你可以勇敢的来到主人面前 来恳求主 赐下一切在侍奉上 在呼召礼 在回应神的事情上 所需要的一切的资源 神会按照他自己 丰丰富富的恩典来回应我们 并且我们 没有为自己求的那个部分 神会顾念我们 照顾我们 然后让我们一切都富足 真的是我们顾念神的家 神就顾念我们的家 因此呢 所罗门醒了之后 知道是个梦 他就回到耶路撒冷 在神的这个约会前 就来献祭 并且为他的众臣仆 摆设宴席 做什么呢 我想应该就是把 他所做的这个异梦 告诉他的百姓 告诉他的臣仆 好让大家都来怎么样 遵行耶和华的道 好让大家也都来到这个 啊 耶和华的面前 让这个国家能够成为一个 陶族喜悦的国家 让大臣们 元帅们 仆人们 使女们 都来到耶和华面前 来求所需要治国的一切的智慧 跟才干 神也一定会来供应 这些臣仆大臣 他们个人跟家庭的这些需要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 整个一个结局 愿神祝福我们大家 真的 我们顾念神的家 神就必顾念我们的家 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